孟建柱他是絕對不放心的 所以說你看看十九大後 幾乎把王岐山、孟建柱的黨羽一一幹掉 讓你成為官杆司令 我讓你在所有的人眼裡邊 我讓你活著 比死了還痛苦 我讓你老老實實地待在 整個的全14億人民的眼睛前面 還讓你死不了 這就是當年毛澤東弄劉少奇的時候 多次說把劉少奇殺掉 他不讓人殺呀 我就讓你猜劉少奇死了沒有 劉少奇死了還不能告訴全中國人民 他作為一個最壞的樣板 黨內的恐懼樣板 就像把人死了 變成乾屍一樣 掛在那 我讓你感到恐懼 他讓王岐山、孟建柱的人 像乾屍一樣掛在那 讓你看著